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 《新爱琴拜尔钢琴基本教程》的系列课程 我是若涵老师 我们这一系列的课程 以讲解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 大音符版的拜尔钢琴基本教程为主 为了更好跟进我们的课程 您可以在《新爱琴的微店》 购买到这本教材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拜尔第76课 拜尔这个还是一个初级的钢琴教程 它里面以比较规矩的练习曲为主 到后期的时候呢 给大家搭配了一些民歌 但是这些民歌 我们耳熟能详的其实挺少的 大部分都是我们没有听过的民歌 然后我也会每课的讲给大家 但是我觉得还是练习曲 值得练习的程度更高 是这样推荐给大家 今天我们讲的这个76课呢 是一个不太规矩的练习曲 它更像一个小乐曲 所以它更好听 其实我们到拜尔这个程度 它的音乐的欣赏性 已经比前面那些比较枯燥的小练习曲要高了 我们尽量能把它弹得有趣味一点 那么拜尔第76课 它是一个四四拍子 然后有一个声号 它是一个G大调的乐曲 它的整个的乐曲比较活泼有意思 我先给大家完整地弹一遍 我就先不弹反复了 就这四行为大家走一次 然后大家听一下这曲大概是个什么感觉 然后我再来给大家讲 好 正常弹奏的话 我们还会在后面两行反复一次 先不给大家反复 大家了解一下 是不是觉得挺活泼 挺精神的 然后有一种那个 像春天蹦蹦跳跳的感觉 是这样 首先呢 它的特点是 它右手的主旋律 句子比较短 基本上每小节一句 然后我们又用一个稍微有点 能蹦蹦跳跳起来的这样的一个速度 虽然这个曲子就有点小激动 就挺好听的 先说右手吧 右手基本上是一小节左右的长短为一小句 然后我们注意它的方向 跟着它的音乐方向来走 通头开始 这第一行 它的大方向是往上走的 一个小回落 是一个很明显往上 然后继续往上 所以这一句我选择了一个健强的方式 给它把那个气提上来 让大家有这个感觉 然后第二句 还从这个小素材开始 我们回来 还从弱 然后 它结束在肯定的双音上 所以它也相当于是一个强结尾 大家需要注意的就是 如果我们打算做健强 那么一定要从相对弱一点的力度开始 如果你本身就已经比较强了 那你就强强强强强不上去了 并且有可能大家觉得很吵 所以我们是要有准备的 你们看它力度几号 它开头其实第一行就给了一个中强的力度 它就没有再写变化了 然后就在第二小节的第一个音搜上 给了一个中音记号 但实际上我们可能对这个中强的理解 有一些变化和处理 我们不用从太强开始 但是慢慢慢慢慢慢给它推上去 甚至到第一行结尾的力度 可能比中强要更强一点了 然后第二行 它其实标有的这个健强健弱 跟我的理解是差不多的 但是第二行第一行的音形其实很像 所以我们也可以参考 都从弱开始 然后跟着它的音形走 它音形往上我们就健强 音形往下我们就健弱 然后两句几乎都是强结尾 我把前两行再弹一遍 我希望大家能觉得弹钢琴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 不只是在动手指 我们不希望把大家培养成打字圆 我们希望把大家培养成能欣赏音乐的音乐家 接下来咱们看一下它的第三行 第三行它的音形有变化了 第三行是双音的旋律 它虽然上面没有画连线 但是我建议大家按照双音去练习 这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双音连接的机会 咱们之前讲过双音连接怎么弹 对不对 首先一个原则 那么一定要用第二个音不用的那个手指把它抬起来去连 然后往哪边走 用哪边的连线 那么我们看这个音形 除了同音必须断开 剩下的音我们都弹连奏 两个一三指 然后要到mi so抬三指 回来抬三指 然后要转过来 保留一指 它是一个这样的连线 这是两小节 后两小节是前两小节的重复 对于那个双音连接基础不够扎实的学生 这一句一定要拿出来单独连 反反复复连练 很多很多很多遍 然后我们在演奏的时候 如果我们的技术难关已经克服了 音乐里面重复的部分 一变强一变弱 这个一般来讲是这个规律 也有相反的时候 但是这个时候就是这样 大家看上面写了 前两小节写了f 后两小节写了p 一句强一句弱 很肯定的 然后后面两句像回声一样 然后另外弹双音的要点 一个是要弹得很整齐 还有一个就是要突出上面那个音 我们要清楚我听到旋律是 让底下那个音尽量清一点 无论是强力度还是弱力度都要这样处理 弱力度的时候弹整齐其实是更难的 它要求手指更加努力地给它撑好 那个弱力度才能弹齐 不然一定是先后的两个音要仔细去听它 好 那么到第四句了 第四句和第二句的音是完全一样的 我们还能够处理 另外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 因为它第三行的音形是有变化的 那么我们除了单独练习之外 在弹奏全曲的时候 一定让整个曲子的速度是统一的 不要有的地方快有的地方慢 一般大家都会在技术困难的地方 就不自觉地给它慢下来了 甚至会慢一倍 一定不可以这样 这样音乐就不好听了 好 那么右手我先讲这么多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左手 左手大家可以通篇地看一下 它有一个很大的规律 就是基本上都是空打打打 空打打打 是这样一个感觉 就是在每小节第一排上大多数是空 那么我们知道在节奏运力上来讲 第一排是强排 那么后三排是弱排 所以它把强排空出来了 就给三个弱排上有音 那么这三个弱排上的音 我们就要给它弹轻 并且其实我会建议大家 在第一行第二行和第四行 都是四分音符的时候 我们可以按跳音来弹 这样就能更凸显这个曲子的性格 咱们试一下 我们对它第一行来说 如果我们不按跳音弹 其实更难 就是你要给弹得又轻又稳 那么我们还不如干脆就配合右手 我们给它弹短 就按跳音来 走上弹得很有弹性 这是我的建议 所以我们光练左手的时候 还是要单练啊 每个手都要单独练 我们要把空拍数出来 这个非常重要 我们心里的韵律一定要是对的 如果我们不属那个空 我们韵律肯定就乱套了 所以一定要是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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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教过大家 在弹双音的时候 把不弹的手指勾起来 这样弹的手指就能特别有力地挺拔 让弹整齐 空 是这样的 然后直到第二行的结尾 我们从第二行的嗨头开始弹啊 空 空 空 建墙 最后一个两拍的音给它站住 最后要帮着右手做点建墙 左手很明显是一个伴奏的地位 全曲都是 那么它在演奏上的时候 就要给右手帮帮忙 右手建墙的时候 它跟着建墙 右手弱的时候 它要比右手还要弱 能拖得住右手就很好 咱们把前两行合一下 音乐一定要充满变化的时候才好听 好 那我们看第三行 第三行右手的音型不是刚才有变化吗 好 那么左手也变成连奏了 虽然它的拍子韵律没有变 还是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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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它起到一个连贯的作用 所以这地方为什么右手我也建议大家弹连奏 因为我们看左手 左手它就连了 所以这个地方作者应该是想让大家弹连奏的 那么右手也要弹连奏 左手它在力度上要跟右手配合好 右手前两小节是强 那它也是强 好 这个就是第三行 然后第四行回到第二行的情绪 这就是这么一个小曲子 我在弹这个曲子的时候还挺开心的 就是它那个愉悦的情绪是能感染到我 我也能把这个曲子弹出来这个感觉 那么 嗯 乐曲的表达大概就是这些 我们看一下这个曲子的速度 它的速度是allegro moderato 是一个中等的快板 就是不是太快速 嗯 我们 那个 根据它的这个曲子的风格 我给大家定了一个稍微有点快的速度 120 四分音不同120 这样能让这个曲子活跃起来 我们听一下啊 我们听一下啊 全曲的结尾 我也做了一点点的键满 其实这个叫拉宽 就是搜搜搜 让那个拍子比前面稍微宽一点点就可以了 这个不算严格意义上的渐慢 然后另外关于速度 就是每个曲子我这边 我是想尽量推荐一个速度给大家 让大家心里有一个关于速度的标杆 但这只是一个推荐 这个跟每个人的能力有关 速度在弹奏上不是最重要的 尤其所有的音乐都不要弹得觉得越快越好 我有很多学生弹琴像赛跑 我老跟他们说 我说你这个速度最快就是第一名吗 其实不是这样的 我们音乐是越来越好听 所以这个速度可能对于有的学生来讲太快了 那我们就练慢一点 我们用稍微慢一点的速度 能把这个曲子弹得很仔细很精致 它一样好听 然后如果有的学生觉得速度慢 我还可以再快 我也能弹好 那你可以再快一点 但是要有节制 如果它偏离了这个音乐表达的意思本身 那它可能就不太好 我们不能用太慢的速度去弹 如果就学你用六十 那肯定就不是这个曲子本身的意思了 但如果你弹得过快又表达不好 也不太好 所以我们掌握好这个速度的一个标准 所以我就是一个建议给大家 大家不一定严格要按照我这个速度去练 但是也希望大家能把每个作品都弹得非常的好听 好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希望大家下去好好练习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我会定期给大家解答 心爱的亲就在心爱的亲